瑞芳区公所为了推广观光旅游 今年是再次与台湾泰迪熊协会合作 乐活熊城市嘉年华 6号将代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15个国家泰迪熊 安置在瑞芳火车站前的广场 展期一直到5月13号为止 游客们一出火车站看到泰迪熊都惊呼连连 尽管天宫不作美 还是冒于抢拍泰迪熊还有合照 一块去看看 瑞芳火车站前广场 今天一早就18只的泰迪熊出没 让路过的游客相当经验 区长陈丁正表示 瑞芳拥有9份老街 活动猫村、黄金博物馆等许多国际知名观光景点 每年有800万来自世界各国与国内观光游客造访 今年以黄金三层熊好玩为主题 将身上有着自由女神的美国熊 身穿韩服的韩国熊 身上左右鱼尾狮的新加坡熊等18只 代表世界15国特色泰迪熊 放置在瑞芳火车站前广场 自由女神的泰迪熊 也有来自像新加坡的鱼尾狮的泰迪熊 以及穿着韩服的泰迪熊 非常俏皮可爱 那我们这次的一个展出的时间 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13号 这个母亲节当天结束 那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来到瑞芳玩的时候 别忘了跟我们这些泰迪熊一起来合拍 其中正对火车站的台湾国宝熊 大熊千小熊身上有着台湾梅花鹿 蓝雀黑熊以及樱花狗吻龟 借此传递台湾亲子一起保育动物的重要性 而学校老师也特地利用时间 带小朋友前来观赏 大家都抢着要与泰迪熊拍照打卡 来拍照 跟泰迪熊 喜欢 有五六种 喜欢美国的那种 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看起来像韩服 还是别国的服装 还有一个是埃及的 然后他们每一个都充满他们国家的各个特色 这18支的泰迪熊分别来自代表欧洲 非洲亚洲还有美洲的泰迪熊 那像我身后的这三支 那要特别稍微介绍一下 那这个在我们火车站最前面 正中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台湾 代表我们台湾国宝的一个台湾亲子熊 那这也一直宣导着我们 爸爸妈妈大人要带着小朋友一起 做好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教育 爱护我们动物 那他有我们的国宝 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湾蓝雀 台湾黑熊等等 陈一站表示 瑞芳是泰迪熊在北部 唯一展出的地区 每只泰迪熊各有国家代表特色 这次以活泼的全新艺术形式表现 完全展现出泰迪熊的俏皮好动 也借此机会向国际行销 瑞芳的天然美景 谢峰影响 瑞芳长报导